3号之前大致上是比较偏向是以西北的方向去行进 不过到了4号之后呢 慢慢的有往西的分量去移动 气象鼠最新路径 轻度台风 小犬偏北 暴风圈有机会笼罩中南部 几率将近7成 最快1号晚上到2号清晨 增强为中度台风 预估周三周四最接近台湾 最快周二发海景 也不排除路径可能 各国不论是美军啊 欧洲以及我们台湾的气象的模式 其实对于这个台风未来的路径 都有慢慢的往北修正的一个趋势 也代表着其实对台湾的影响 可能会稍微比较明显一点点 2号东北季风影响 桃源以北东半部短暂震雨 不过雨势不大 新竹以南多云道晴 随着小犬台风逐渐靠近 3号下半天开始 东半部雨势逐渐增强 北部东半部间歇雨势增大 4号5号台风影响最剧烈 特别是东半部山区 有机会达到局部豪雨以上等级 其他地方也有零星降雨出现 4号之后呢 其实整个黄色的区域范围 已经影响到整个台湾附近的海面了 特别是在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恒春半岛的外海的浪高 都可以来到三米 甚至在离岛的 在绿岛南雨 可能会出现接近4米左右的浪高 小犬台风不确定性还很大 不过预估离台湾更靠近 周二开始天气不稳定 廉价过后户外活动多加留意 三地新闻高官宣伤 玩SG小组台北三方报道